龚佳欣公開已成為人家媽媽 債出與小朋友在主題樂園遊玩的照片 無愛未聾 現年34歲的TVB花彈龚佳欣 去年憑著劇集《靈氣逼人》將人氣推上頂點 感情上近年亦傳出他與日籍甜品師傅拍檔 從剛節也拍拖 但兩個人一直沒有公開認愛 而最近龚佳欣亦在社交平台上 突然公開多張與小朋友合照 更透露其實祖已經成為人家媽媽 令人相當驚訝 近日龚佳欣曬出帶小朋友去主題樂園遊玩的照片 並且留言說 其實我已經是人家媽媽 不過是乾媽 終於放假了 乾仔乾女說了很久要去迪士尼 早上已經背著背囊說要出發 今次與他們玩足全日 自己都趁機打卡 實在太多靚位了 他們見到自己喜歡的卡通人物 真是雙眼花曬光 見到他們真是很開心 明明已經很睏督堅持 因為他們真是很喜歡迪士尼 原來同行的是他的乾仔乾女 龚佳欣和小朋友玩得相當盡興 見到他真是很喜歡小朋友 無愛味甚濃 馬上引來網民留言 催他快結婚生了 文詠山大工作夥伴到泰國旅行 周網民有遇 素顏無漾狀態曝光 看來即使素顏都難以掩飾他的魅力 35歲的Janice Mann 文詠山在去年 憑著內地的懸疑電影 《笑實的他》 詠聲為億萬票房女星之列 並且在內地人氣爆升 成功身價三級挑 早前在社交平台上 分享了大一班員工去到泰國旅行 更在旅遊期間 被野生捕獲 並且公開他素顏的樣子 引起熱烈的討論 Janice Mann在最近在社交平台上 貼出員工旅遊相 並且留言說 3月你好 太開心的泰國團見了 見到那些相片 一眾人在曼谷一間河畔餐廳聚餐 而Janice Mann穿著橙色的飄逸泰山裝 不忘在店內多個角落打卡 之後亦有網民在社交平台曝光偶遇文詠山的相片 公開他素顏的樣子 這位網民留言說 隨便入了一間餐廳吃飯 一進去就被一個超級美的美女吸引到目光 她定眼一看原來是文詠山 但我們也不確定 後來通過她有人的相片 才確認是她經理人 真是很美 那些相片完全拍不出她的美 看她們在聊天 不敢很冒昧地打擾 現在很後悔 看來就算是素顏 也難以掩蓋她的魅力 網上風傳多張鍾佳欣的童年相 和植衣老公撞樣 軒熱耳 不少網民留言認為鍾佳欣和老公很有夫妻相 難道真是有前世情人 特別是小時候很像樣 39歲的TVB前花彈鍾佳欣 在2015年和植衣Jeremy結婚 並且生了兩個女兒一個兒子 成為孕妻之後已經很少拍劇 一度回到加拿大專心照顧家 間中回香港出席公開活動 而近日在社交平台上 瘋傳多張鍾佳欣的童年相 竟然意外和老公很有夫妻相 還引起網民熱意 近日有網民貼出多張某女星的童年相 叫網民去猜猜究竟是誰 她生得很漂亮 性格乖巧 是許多人心目中的娛樂圈清流 憑著《守神傳》當中的好彩妹這個角色 而被大家所熟知和喜愛 她在1984年出生於加拿大溫哥華 畢業於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先入讀護理系 再轉讀教育系 2004年參選國際華裔小姐競選得到冠軍 之後簽約TVB出道 大家都應該猜到她是誰 所有的形容都與鍾佳欣有關 見到照片她戴著眼鏡 亦有與家人的合照 見到她真的從小到大 不少網民留言認為鍾佳欣和丈夫很有夫妻相 真的與她丈夫一模一樣 難道真的有前世情人 特別是小時候真的很像 葉宏星女兒Gia遺傳媽媽陳樂堯優秀基因 表情可愛又搞笑 獲封新一代最萌星B 但出身的星B 34歲的前天堂鳥成員 TVB男星葉宏星Gordon 在去年5月宣布和咖啡店的合夥人 前女子組合Fizz成員陳樂堯阿里 逢女成婚 並在9月宣布過女兒Gia糯米池順利出生 目前已經半歲大的Gia 遺傳了媽媽的大眼睛 成功成為新一代的最萌星B Gordon自從星做人父之後 經常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女兒的照片 並為她開始社交帳號 而近日葉宏星的女兒Gia出了新帖 分享了兩張她剛出生時的超可愛的照片 見到寶寶皺起眉 咪起雙眼扁著嘴的樣子超級可愛 而父親葉宏星也留言說 一皺眉就覺得Gia在想你是誰啊 我有沒有投錯胎呢 江美宜東將女神上身親自街訪 中年好聲音2選手在獻擊展 TVB全新綜藝節目登場 新一季綜藝雲來了 記者會綜藝大了啦 江美宜、黎子山、宋婉穎、何佩家、陳晶儀 林靜鋒和中年好聲音2的學員 聖夢2的學員等藝人 現身將軍澳電視城 舉行無線新一季綜藝雲來了記者會 當中介紹新綜藝節目 包括玩盡澳門無限分 Grand住去台北 Hack for 黃素深圳 May Yen 小喇叭 一網打盡2024 一個好人 早點知早點醫 紫山若里 中年好聲音2登風之戰 福禄秀訓練學院等等 江美宜和林子綫 一起合作主持的節目 一個好人 將會在3月18日登場 節目致力發掘我們身邊好人好事 美宜姐更加東張女神上身 親自採訪為不同家庭做義工的熱心人 美宜姐透露 在節目中他會親身去到寶藏屋進行清潔和滅室 還會落海撿垃圾 他說我一生人最害怕的就是老鼠 但無論如何都要體驗一下 想知道幫人是如何開始 節目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挑戰 真是上山下海什麼都齊 而為了拍攝玩盡澳門無限分 何佩家和陳晶儀、林正峰前往澳門拍攝 林正峰被周少去到澳門挑戰爬樓高88層的塔後 到現在還怕得臉青青 他亦表示爬了兩小時覺得非常後悔 而郭佩文和陳以德亦有現身 並以鬼滅之刃的造型示人 但下半身穿著睡衣 他們解釋因為仍然在開廠當中 現在是在空檔時間才出來做宣傳 至於王牌節目《中年好聲音2》 將會在3月24日進行直播總決賽 一班學員將會集合拍攝《中年好聲音2》 《紅白大戰》 並且再一次登上比拼舞台 古暢文亦透露現證積極備戰比賽和節目 顏米高說近期因為天氣急變 會更加注意聲音和健康 至於譚輝子近日很不幸病了 但因為還有一段距離才是總決賽的日子 所以還有充足時間到休息 至於聲夢家族就會合體炮製 聲夢一加二 令人非常期待